光复乡长林清水上任以来 重新办理停办多年的全乡运动会出后 深受乡亲肯定 两年一度的光复运动会 在今天是在光复高职运动操场举行 各校选手及各村运动好手热情参加 为自己村里社区争取最好成绩 国中小学生组的60公尺竞赛 跑道旁的各村休息区全部沸腾加油 各村拔河对抗赛 单淘汰的赛制 让输的一方是措手不及 光复乡两年一度的全乡运动大会 今天上午在光复高职运动场上重磅登场 国中小学生组各项竞赛项目 以及各村区为竞赛大人小孩踊跃参加 为自己以及自己的村里社区争取最高荣誉 竞赛过程紧张刺激更充满欢笑声 我平常每年都来参加 每个三年都来参加 觉得好不好 好很快乐 有啊 那你的村大概成绩怎么样 我们村总景标啊 哦好厉害啊 这一次呢有没有信息要拿 这次当然有机会啊 那觉得说相公合办这样一个相遇路觉得好不好 我觉得很好啊这样很健康啊运动 很好 对啊很多奖品耶 都很强 对啊对啊 你们是哪一村的 那时候满在而归 满在而归 全部奖品你们都带走了 都带走带回家 今年呢有没有信心 今年一定有信心 好大新加油加油加油 赞 光复厢长林清水上任以来重新恢复停办20多年的祥韵 并且以每两年一次的时辰来办理一次 而众所期待的乡运今天登场 乡长林清水期盼借此带动乡内运动风气 凝聚各村向心力彼此交流情谊 光复厢是运动的故乡啊 不管棒球也好 足球也好 都很强很强 我们希望在大家努力之下 让光复年轻人有在体育坛上面有更好成绩 让我们也会重视说除了年轻人运动之外 其实我们老年人的健身也是很重要的 一起努力一起健康 睽違两年的乡运 不论是各村进场开幕表演 还是天津赛事 亦或者趣味竞赛 大家保到未老 热情参与每一项竞赛 场场赛事都嗨翻整个光复乡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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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